日星無心來港獲獎 日本電影《告白》 在即將舉行的亞洲電影大獎中 得到六項提名 聽聞很大機會 奪得最佳電影 和最佳女主角獎項 大會還邀請到導演中島節也 和女主角叢龍子出席頒獎 但現在日本國難 會否影響他們來香港 影響就一定有影響 後選得獎人 他們的情況 因為現在日本那邊都有點亂 所以他們其實都還未決定實 究竟是否會過來 現在決定來的 就有告白的導演 他暫時都還給我們的回覆確定 不過叢龍子 頒獎嘉賓程書導演岩井俊義 以及挪威的森林被提名女主角的菊池林子 十三次客導演三池崇史 和男主角易所廣司等 都寧願留在國內陪家人共患難 你們放心 香港的粉絲明白的 都寧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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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寧願